先来这边多远一点 将小朋友隔开适当距离 让他们安心玩耍 在室内容留人数符合规定前提下 部分幼儿园已经开业 如今27号开始拍板定降为二级 开放幼儿园安清班 以及补教业的指引曝光 在开放的人数上 我们是用幼儿园的面积 扣除固定的设施设备 来除以2.25平方公尺 来计算它容留人数的 中央在教育领域开放指引 教师及员工疫苗施打率 必须打80% 没有打或有接种 还没14天 那就必须有三天内的 阴性筛检证明 还有室内空间 没办法保持通风 就不许开 各县市几乎都按表操课 但唯独台北更加严格 规定学生人数 必须降载到50% 让台北的家长们伤透脑筋 实在好生气 因为目前只有北市走自己的路 但也有其他县市的家长 对幼儿园的开放很不放心 我选择我把小朋友还是放在保姆那边 因为毕竟人数太多了 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已经 幼儿园老师试打率已经超过95% 如果中间有发生一个确诊 我们是这个停课 清销全校停课 不是一般停课 全校停课 清销两个礼拜 地方政府也做好准备 如果爆出染疫情况 就得再停课 毕竟能降级得来不易 教育领域的开放 家长跟业者乐观齐成 但防疫还是得做好 毕竟谁都不希望 自己的宝贝暴露在风险中 华语新闻 陈炎卫 红士诚林维凯 柯冠成 刘佩婷采访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华语新闻网 以及YouTube 华语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